据《环球时报》4月29日报道 拜登政府提名华裔女科学家徐若斌 出任美国防部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副部长 如果这项提名最终通过 徐若斌将成为五角大楼历史上最高级别的亚裔官员 值得注意的是 徐若斌出生于台湾 且负责过美国对台军售 有人猜测拜登政府此举是向台湾表达支持之意 徐若斌主持了F35隐形战斗机的雷达研制 被称为F35雷达之母 他同时管理着雷神公司的电子系统实验室 负责该公司的无人机研发工作 徐若斌出生于台湾 10岁时迁居美国 这让岛内有些人感到异常兴奋 此时拜登选择具有台湾背景的徐若斌出任国防部副部长 肯定给外界对未来美台军事勾连带来想象空间 岛内媒体28日称 五角大楼宣布授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价值1.38亿美元的合约 为台湾现役F16战斗机提供自动防撞停系统 改进行AGM-88高速反辐射导弹 以及更新数据收集系统 并提供先进敌我识别系统等一系列升级项目 改进行AGM-88空射反辐射导弹 可针对雷达和电子干扰装置等进行远程攻击 属于典型的攻击性武器